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胆啊 胃啊 横格膜 大肠 小肠 一直到下面这个系统在医学中的翻译是自律神经的系统 所以有些人中风了 嘴歪了 讲话做不了主 中枢神经系统仍好 只是自律神经出了毛病 这些都牵扯到医学 讲起来很啰嗦 所以督脉就是背脊神经系统 我们这个身体像盖房子一样 一个骨干 前面两个出来是手 上面加一个东西是头 下面两个叉又是脚 但主要还是这个督脉 督脉是中枢系统 那么督脉是背脊骨的中心吗 这是千古以来道家密宗讨论非常厉害的问题 到现在还在讨论 西医过去不太承认有这个东西 现在已经开始慢慢承认了 所以科学还是要慢慢进步的 那么许多人的讨论 认为督脉是什么呢 我们背脊骨这样一节一节串绒来 中间是空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生病到医院去 医生就抽脊髓化验 一个空针管打进背脊骨的骨节的缝里 把脊椎骨的脊髓抽出一点化验 猪骨头里也有一条白白软软的就是脊髓 这一条一条脸上直到我们的头顶 中间脊髓有液体 其中一条很细的路线 一直到后脑的就是督脉 而讲到督脉的修炼方法 各家名称虽不同 但道理都一样